要数特朗普入主白宫后经历的风风雨雨 恐怕没有哪一天比这个星期二来得大起大落了 美国参议院当天表决 是否就废除和取代奥巴马医保展开辩论 资深元老麦凯恩即便罹患脑肿瘤也前来护航 赢得同僚鼓舞 奈何两名共和党人倒戈相向 即便有麦凯恩的加持 支持和反对辩论的人数都成了50对50 副总统彭斯关键时刻行使特别权力 投下了一票赞成票打破僵局 为共和党扫出了一个程序性的屏障 开启废除奥巴马医保辩论 不过特朗普的一大胜利并不能让他高兴很久 因为晚些时候另一项修正案表决中 以43票支持57票反对的成绩被挡下 预计美国参议院星期三将提交另一项提案 各方在未来一个星期将马不停蹄的辩论 表决混战恐怕是在所难免了 同一天大批民权分子包括身障人士坐在轮椅上 聚集在哈特参议院办公大楼示威抗议 呼吁特朗普政府不要废除奥巴马医保 请不吝点赞订阅